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猎豹 快如闪电 这两种猫和动物都处在生态店的金字塔间 另外 还有一种顶端动物 猎狗 作为最成功的肉食者之一 却经常被人们鄙视和嘲笑 丑陋 残忍 巧许豪夺 无额不作 然而实际上 猎狗的智商很高 懂得团队合作 能够击败数倍于自己体中的动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猎狗才是真正的马赛马拉女王 马赛马拉的旱季 尤其难耗 猎狗变得稀少 而猎狗的生育计划并没有因此停止 它们侮辱自己的孩子18个月之久 在食物动物中显得特别漫长 所以 猎狗母亲更加需要吃饱肚子 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 三个多月低于为下 活下来的都是各动物族群的中间力量 地主家也没有什么鱼粮了 草原一割狮子 有时候也会为一块骨头彼此起内红 猎狗不动声色 悄悄靠近 趁食群不注意 精准地偷走一块残渣 其他猎狗也有样学养 还想再来一遍 被牧师发现 对待猎狗一顿追 没有追到猎狗 牧师恼羞成怒 对赶来的熊狮一顿呵斥 瞧瞧你干的好事 让猎狗偷走咱们的家产 熊狮大概是被虚导的牧师给气走了 这一下猎狗更加来劲了 名头改成了暗抢 抢了一块还不够 还想一嘴抢两块 没了熊狮再后撑腰 牧师也实在没辙 无耻猎狗 丢它去吧 阴雨密布大雨滂沱 雨季终于来临 让草原重新上发生机 研究团队跳麻醉猎狗 十一生练习了一年 真正扣起扳机来还是显得很紧张 好在一发入魂 猎狗的屁股上挨了一枪 显得很是迷惑 麻醉开始起跳 一般情况下 十分钟就可以吊倒动物 可这只猎狗却很顽强 不愿轻易地倒下 每次快要摔倒时 都能恢复意识 马上站起 二十分钟后 即便这只猎狗再坚强 也抵不住麻醉的药效 终于倒在了地上 研究团队赶快进行各种检查和测量 得到了想要的数据 这只猎狗48.8公斤 体重数据还行 不然时候 研究人员还需要把猎狗送到安全地点 这里位于平原中心 太阳当空直射 四周毫无遮蔽 被麻醉的动物 很容易被其他猛兽袭击吃掉 团队把小猎狗放到灌木丛里 身上泼了些干净的水 防止猎狗脱水 最后 还要给猎狗的藏身体做好伪装 免得被其他动物发现 猎狗醒来之后 或许跟人类做完噩梦的感觉相似 绝对不知道 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斑马蹄子强劲有力 脾气暴躁 通常情况下 需要10到20的猎狗 才能狩猎成龙 所以 孤单的猎狗 一般不会特意地招有斑马 而是把重点放在羚羊身上 猎狗慢悠悠地 装肉逛街的样子 看了哪个羚羊不注意 上前就是一顿掏 现在是羚羊的繁殖季节 雄蝇和羚羊聚在一起 互相打斗 胜利者爆烂所有 失败者会游游离开 长时间的打斗 加上中午太阳制讨 令羊会趴在地上休息 趴在地上非常舒服 却看不到身边的危险 猎狗在水坑里泥水浴 既降温消暑 又能掩盖身体的气味 马赛马拉东北150公里处 有一个大型的岩碱湖 呈现上万的火炼鸟集结此地 猎狗也在岸边生活 它们并不觉得火炼鸟吵闹 而是主动地来到茶滩上 跟火炼鸟隔水相望 看似不经意漫步 却突然发起攻击 让火炼鸟防不胜防 这也再次证明 猎狗的适应能力很强 比起岩碱湖盘 马赛马拉的猎狗们 还面临着更大的竞争 其他的肉食动物各怀绝技 猎豹的速度陆地最快 最高时速看它一百多公里 风驰电车 很多小型动物被猎豹盯上 基本上难逃一死 猎豹三兄弟共同仇烈 共同分享 猎狗却有恃无恐 直接冲上来抢肉吃 猎豹完全甩不掉狗皮膏药一般的猎狗 无奈放弃嘴上的肉食 这还不算 更多的猎狗分之踏来 它们不仅要猎物的肉 还想要猎豹的性命 好了完了猎豹 被猎狗团团包围 无奈爬上大树 猎豹本身不善于爬树 可下面的猎狗穷雄极恶 猎豹紧紧抱住大树 完全不敢动它 别说下面那么多猎狗 就算只有一只 它也难以劈敌 远处 它的两个兄弟 也只能呆呆地看着 不敢上前帮忙 好在 黄昏来临 猎狗群一哄而散 猎豹才得以脱身 猎狗群猎豹的肉 倒是很容易 看它们想偷熊狮的肉 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 一不留神被熊狮追上 一掌拍云 接着大狗咬下 生死只在旦夕之间 好在 熊狮通常比较懒惰 并不会长途地追击猎狗 在成年雄狮面前 猎狗群通常不敢放肆 可如果遇到洛丹的母狮 猎狗群却变得毫不手软 潮水般的攻势 让洛丹母狮完全无法招架 想要几百亿只牧师 至少需要刺激猎狗 可对付成年雄狮 猎狗群就不会这么团结一致了 因为他们知道 成年雄狮是能够杀死自己的 猎狗的高智商 决定了他们 谁都不想第一个死 猎狗团队内部 也会经常地发生大斗 一些成员会试图改变自己的社会等级 他们会为地位而展 所以不管猎狗打闹有多凶 原因只有一个 权力和地位之争 打闹过程万人不能参与 你帮了任何一方 另一方都会对你产生恶意 后续会有报复的行为 到最后 胜利一方咬着失败一方的耳朵 证明谁才是血脉正统 打闹归打闹 完事之后 双方还是会兵士前线 并肩作战 猎狗继续在羚羊群之间 来回地转悠 或使徒劳无辜 羚羊的蛇速可达70公里 猎狗眼看追击无望 只好做吧 猎狗狩猎羚羊不成 转而攻击人类的家畜 猎狗尝试着把家畜分离出来 进而围攻 家牛哪有见过这种阵势 像猫猫之角 好在关键时刻 马赛族猛牛人及时赶到 把猎狗吓跑 不好说是家牛的幸运 还是猎狗的幸运 因为如果家牛被猎狗咬杀 马赛人必然会加倍地报复 猎狗看似狩猎失败 实际上是躲过了一次劫难 过去保护区边缘 只有二三四头家牛 可如今肯尼亚人的数量 从八百万升到四千多万 如今的保护区 已经挤进来数万头家牛而养 家畜了大量涌入 让羚羊群集体逃走 猎狗失去了猎物 就会转而攻击家畜 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毕竟猎狗群和狮群都是肉食动物 有着家族的领地 三番五次狩猎失败 猎狗群卷土重来 把目标再次锁定羚羊 猎狗是机会主义者 他们知道 哪怕再多失败 只要遇到一次大堆的羚羊 他们就会趁机叠杀 远处的羚羊 气刷刷地看到这些悲惨结局 其他猎狗也听到了动静 一窝蜂赶来 为了证明猎狗的智商 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测试 他们把铁笼子里放上肉 然后关上门栓 猎狗闻到肉尾 走了过来 门栓插得很深 不可能说碰巧打开 猎狗注意到门栓 用嘴不断地叼起 放下 到最后 门栓真的被打开了 这样的事业 在狮子和猎豹面前都有做过 可他们全都没有打开过门栓 当然 不是所有猎狗都有这样的能力 这说明猎狗的智力 已经达到灵长力的水平了吗 还只是个别的例子 至少 人类知道 猎狗的确是高智商的动物 在非洲 或许有更大 更强 更快的竞争者 可显然 猎狗是最为成功的 非洲猎手之一 在雄心掠食者 哼行的非洲草原 慈性伪主导的猎狗 更像是马赛马拉的真正女王 点赞 加关注 生活 有温度